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渐行时即将播出智能停车场 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交通需求的暴增 追求环保低碳 使用新能源是城市公交系统发展的方向 司机小刘是深圳一辆新能源公交车的司机 他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下班之前 给公交车充电 中午本来是休息时间 小刘却开着103路公交车 绕了5000米的路 特意到这个车厂来给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补能 我们103向路的一趟来回的里程是43公里左右 我早上跑了两趟 所以我要过来进行一个补电 保证下午班的营运 跟燃油公交车的加油用车成本相比 新能源公交车充电的用车成本 是燃油公交车的六分之一 小刘开着公交车行驶了约90千米 为了确保下午的正常行驶 避免出现半路煤电堵塞交通的情况 下沙站的公交车司机都要到附近 配备了充电桩的公交车站充电补能 补电肯定会让我们有压力的 因为我们想要保证下午班的营运 每天都会想着要把那个电充满 给下午班正常交接完 也会耽误我们的休息时间 因为来回有路程的 原来下沙公交车厂建于2001年 随着城市的扩张 人口的增加 从一条公交线路增加到六条线路 但下沙公交车厂的面积并没有增加 停车位仅25个 特别是晚上 大部分公交车没办法停进公交车厂 只能停在道路公交站旁 目前下沙车队是六条线路 95台车 但是我们下沙总站面积只有3000平米不到 25个车位 所以是远远不够95台车的一个日常运营 所以目前是在路边做一个临时停放 从2017年开始 深圳市的公交车逐步完成电动化的改造 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实践 公交全电动化的城市 然而 公交车需要的停车厂面积大 城市用地紧张 停车厂规划不足 新能源公交车遭遇停车难的问题 尤其是下沙公交车车厂 停车位严重不足 停都没地方停 更别说给新能源公交车提供充电补能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受到阻碍 公交车厂站急需升级改造 这该如何解决呢 这么多年了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是想在周边寻找一个更大的替代厂站 但是下沙也是属于深圳的一个 相对核心的一个区域 确实是一直是找不到 直到近几年 随着立体车库的一个发展 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那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上 往上拓展居然立体停车库 随着科技创新技术 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如何解决停车的难题 智能立体车库应运而生 工程师傅荣峰和他的团队 从2002年开始研发智能立体车库 这是工程师团队 为深圳石下村建造的智能立体车库 采用钢结构设计 车库层高可达10层 原来停一台车的地方 现在能停10台车 停车位数量是以前的10倍 有效解决了 城市停车位不够的难题 同时智能立体车库的停取车 都是由智能搬运机器人完成 机器人有着像大力士一样 强壮有力的机械臂 能将汽车的轮胎抱住并抬升 通过电梯将车辆运送到停车位 停取车都是自动完成 然而跟以往研发制造的 智能立体车库相比 为新能源公交车 设计建造立体车库的难度 远超工程师的预期 按工程师的设计 智能立体车库 采用智能机器人搬运车辆的方式 来实现自动停取车 那么智能机器人 是否能成功搬运 新能源公交车呢 这是工程师团队研发设计的 智能机器人 长约5米 仅能搬运重量约2吨的汽车 而新能源公交车 长约12米 重约15吨 是不是加大智能机器人的尺寸 就能实现成功搬运公交车呢 答案是否定的 跟小汽车相比 新能源公交车的后轮 通常有两排轮子 而智能机器人的机械臂设计 仅能搬运单排车轮的小汽车 即使加大尺寸 智能机器人的机械臂 也没法搬运公交车的后轮 也就意味着 公交车的搬运设计方案 需重新规划 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工程师 实现新能源公交车的搬运呢 这个就是国外的一个 用载车板搬运方式的 一个停车设备 此时 国外研发的这种智能立体车库 重新进入工程师的视野 将车辆停在载车板上 载车板再将汽车运送到电梯 当汽车被运送到指定楼侧 再将其平移搬运进停车位 跟智能机器人搬运小汽车相比 载车板的承载性能更好 更适合用于搬运大型车辆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构思设计 电脑建模测试 载车板搬运公交车的方案 被确定下来 这里是工程师使用载车板 搬运新能源公交车的测试现场 现场搭建了长约50米的钢架 安装了搬运公交车的机械设备 这就是能搬运公交车的载车板 工程师只需按下仪器上的按钮 重达15吨的公交车就能随着载车板 一起移动 目前我们这个公交立体车库 是采用载车板的形式进行搬运和传输 那这个载车板我们设计的额定 负载能力是15吨 它是可以承载长度在12米以内 和宽度在2米55以内的公交车 在车板解决了新能源公交车的搬运难题 接下来工程师搭建了50米高的钢结构测试车库 对新能源公交车的自动停车进行反复测试 帮助智能立体车库实现稳定运行 新能源公交车停车入库 车库另一边的门开启 载车板装载着公交车到达电梯 通过工程师在系统后台的控制 载车板能将公交车运送到立体车库的 任意指定车位 从测试结果来看 智能立体车库 圆满解决了新能源公交车的停车难题 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智能立体车库的设计 还需考虑给新能源公交车充电武能 这又该如何实现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工程师正在为新能源公交车 设计智能立体车库 载车板的设计 实现了公交车的停车搬运 那么新能源公交车的充电补能 又该如何解决呢 载车板呢 它是可以后续加装这个自动充电的 接插装置 装上这个自动充电接插装置以后呢 它就可以实现给公交车的自动充电 此时 工程师正在安装公交车的自动充电接插装置 也就是给公交车装上充电的插头插座 充电插头正是安装在载车板上 载车板将新能源公交车运送到装有插座的位置 载车板上的插头就能与插座实现自动接插 同时 连接插头异端的电缆上 还连着一个充电插头 只需将这个充电插头跟公交车的充电端连接上 就能成功实现给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补能 工程师采用载车板的形式 正在为下沙公交车厂建造智能立体车库 在原来只能停放16台车的地方 建造11层的立体车库 车位数量增加到80个 未来 车库建好后 新能源公交车停在路边的场景 将不复存在 智能立体车库解决了 新能源公交车厂的停车难题 推动了城市智慧交通的升级改造 2020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给工程师团队带来了新的研发设计任务 为东莞市大朗医院设计建造智能立体车库 工程师采用智能机器人搬运车辆的方式 为医院设计建造了智能立体车库 眼前这幢高约23米的建筑 就是医院的智能立体车库 共10层 33个车厅 816个停车位 医院的智能立体车库 不仅要解决停车的难题 还需考虑防疫的要求 处处体现着工程师的巧思 这个就是我们为大朗医院设计的一个智能立体停车库 可以看到这个停车空间是非常的宽大 这个长度有6米6 宽度有5米宽 我们这个患者可以方便停车之后 可以直接无障碍的 不管是坐轮椅也好 患者自行走出来也好 可以直接到这个医院去看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集等候 加大了疫情交叉感染的风险 其实医院要防控的就是医院感染这一块 也就是大家说的交叉感染 那么就诊犯者难免来说 相互之间肯定是有触碰 有接触的 从医院交叉感染这个角度去考虑 尽量把这些人员适当地分流开来 那也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 有没有办法减少医院车库门口的人员聚集 做到疫情防控的无接触 少接触呢 因为医院的需求呢 我们把这个停车库呢 分成了乘车和取车两个空间区域 那么车辆从外面进来的时候 就从这个乘车厅可以把车乘进来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中间 这个升降通道就跟电梯一样呢 就把我们的车呢 送到我们的这个两边的停车位去 那么这边存车位上面呢 也是一个所有的停车位 那边呢是取车厅 上面也是停车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 整个交通流线的这个优势 就是说把这个车和人进行一个分流 建造在医院的立体车库 将存车厅 取车厅分开 避免人员直接接触 尽可能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 科技创新正在助力智慧交通的发展 工程师们即将面对的下一个停车场 又会有什么巧妙的设计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这是一个超大型智能停车场的设计方案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自动化 智能停车场 预计停车位6000个 整个停车场实现无人化运营 停取车全程由智能机器人自动完成 未来 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科技 助力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难题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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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